各位早晨,近这几个月,很多陆续不同的政党有可,或者一些组织,什么支联会,陆意基金,各样各式各样的东西,都开始被人抽情清算,那有些入狱,一些被告,等上庭,一些已经进去了,写回信出来,就说我们呢,现在就是要,暂时要止蚀的了,就是香港人加油,真香港人,去英国那些就去,那着醋那些就着醋,留在香港那些就慢慢被人收拾了,其实呢,这些名字,都说不了多少个,多如银河细沙 开始我们已经不会这么关注,或者就算你是黄的,你也是会,怎么说加油啊,走得走啊,开始又问BNO,说我老爸没BNO,我弟弟有,走不走到,不介意,全部这些,我们统称叫做反对派的人,你们很disagree,就是很不喜欢香港特区政府,不喜欢林郑,谁坐上去都没人喜欢的了,不喜欢中国大陆,全部大陆做的都是hike的,大陆地铁坏,和日本地铁坏了,美国那些就是很好的,大陆那些就是垃圾,美国地铁坏了, 都是因为made in China,就是地铁坏了,那同样东西呢,总之,你们生活在那个地方,那个领导,或者那个国家政府,无论做任何,你都觉得是差的,那些都是垃圾来的了,其实呢,这些是我们,很,那个劣根,我们那个根性呢,那个文化就是, 我们觉得反那样东西就是叻,就是聪明,就是酷,就是够帅的了,这一样东西,如果你去同意那个国家,或者你同意你自己的老板,同意你的领导,这就叫做呆,就是你就蠢了,说穿掉就是这样,就是等于,如果有人去支持政府,或者喜欢中国大陆,你会觉得那些人是傻瓜的,是不是?蓝丝,死傻瓜,废了,废了,不是吧,死蓝丝,就是你去填开回大湾区,是不是? 你总之你支持那样东西,认同那样东西,或者认同你的大佬,认同这个国家正在做的东西,总之认同给你叻,给你高级的人,简单说,你就是傻瓜,你就是蠢,反他你就会聪明的了,你一说他不对,我去坐,哇,这些东西有什么那么叻啊,有什么叻啊,有什么叻啊,这些你就代表聪明,这些是我们的劣根性,是我们的根性,是我们的文化,香港人呢,其实为什么这么多反政府呢?是一个潮流来的,你试试你一个中学生,如果你是男,那没可能生存,是不是?你被人吊打, 我想给一些同学,不只是杯葛那么简单,尤其是回到19年,你看到我之前有一条片,好像过了8万的view,那条片就是讲一个男孩,他是想单挑下去金钟那里,然后被一大群人去欺凌他,打他,各样的,那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很反映到,就是,根本是一个潮流,因为反人是很容易的,譬如一个画家,他画一幅画出来,你画这幅画有什么画得不好呢,是很简单的,但我叫你画一幅画出来,那个人其实是比你们难的, 是吧?批评永远是容易的,首先,第二就是,我们是很不满一些给自己聪明的人,是的,这个是,大家都是的,古今中爱,全民都会的,觉得聪明过自己的人,其实我们都会有些心里面有些不甘,不愤,这样,这件事跟我们人的质地有关,很少我们会去Obey,或者真心去跟随一个人,或者是跟随一个老板,一个领导,或者是一个聪明过你的上司,或者是做得耐力的前辈,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觉得,去批评他,说他是非,这件事才是正常,才会平衡到自己的,我记得以前,就是做过不同的公司,很多里面的同事,大公司,忧心,是很喜欢用一些办公时间,我想他九成的时间,都是在讲内线的电话,跟同事讲是非,是九成的时间,那他就是在讲对公司的什么不满,对哪个同事有不满,那全部那些多数都是高级过他,或者跟他同学的,当然,那不断跟电话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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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整个情节,其实一天里面,我想他回10个中学功率,他很喜欢OT的,这些人特别喜欢OT的,那他就会去讲是非,你看到他长期都在拿着电话,长期都是在按内线的,是的,那这些真是很,就是很威香港的,是的,这就是香港人,你们这些真是香港人,就是很喜欢做这些东西的,完全是没有任何的生产力,就是不断地每天在讲是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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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去完老板房,我聊完几句,出来,不断吊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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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吊 他吊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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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去透支自己的时间和精神 都要去反那件事 而且反他们会拿到一个满足感和平衡点 就是宣洩完 进入老板房进入了15分钟 可能老板叫他做一些事情 但是他不同意 或者老板可能禁止一些想法 出来之后可以说起码半天 或者久的可能说几个月几个礼拜 这些都是很夸张的东西 我记得之前 我说很久之前 有好几家公司在我未做企业的时候 都已经加了薪金了 我开始不明白 真的不明白为什么 我又不觉得自己做得特别好 我甚至觉得自己很消耗公司 因为什么都不懂 又有人带着 做完的东西 譬如我写完的东西 有人改 改到我自己都面目全非 整篇东西我自己都不知道 但是人家都没有骂过我一句 就是都是这样改 我觉得在我作为一个消耗公司之缘的人 为什么还会加薪金呢 去到我走那一刻开始才有点明白 现在当然明白了 就是当时我跟他直属的一头跟我说 他说因为我受教 他那时候想我不要走 就跟我说 我不是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都蠢的 蠢和不聪明 写东西各样东西 我不是一生出来就像能言善道 或者个人组织性那么强 我现在才是这样的 以前我都是一口饭的 他就说你受教听话 我觉得我这一点不足以 是否令到你留下我 或者甚至加薪金 但是现在我就会明白 原来受教的人是很少的 因为我当时真的完全100%听命令 我不是逼自己 也不是那种劳性的奥悲 而是我觉得人家在这行工作了这么久 无论他是你上司还是你老板 总之一个你要听他话 听他之笛的人 别人拼了这么久 其实别人一定比你聪明 别人是带着你教着你 先不要关你是不是受他身 他的职场上是否比你高 别人的经验已经比你高 别人说的东西 其实你跟着做就是了 有时我也会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但是可能我听完一些年纪人说的东西之后 我就会觉得 那是别人对 别人会有自己原因的方法 甚至别人都不需要解释给你听 但是现在这年代的人 他们是什么都反 你跟他解释他也是会反你 他也是觉得他的套是对的 如果你能够用他的套 他才会拿回平衡点和优越感 就是现在这些人的通病问题 所以后来我就明白 为什么受教这两个字是这么重要 也是这个年代的人最缺乏的 90后2000后其实也是一样 大部分人都是很想自己做中心 但是没可能什么都被做中心 尤其是当你未有社会经验 甚至你认识比较低的时候 有些人真的认识比较低 就算出来做很多年 他可能触角也很低 他看不到一些事情 一些可能生意上一些小小的端倚 其实他不明白老板为什么这么做 但是他就会觉得 哦 自己的套要对的 或者我经常听到以前的同事说 我很辛苦做了很多的研究 或者是做了很多东西 为什么老板禁止我 我一时都会跟他们说一句 其实都没所谓 你用很多时间 花了很多功夫精神 但是你在出粮的 对不对 就算哪怕你出十样东西 一百样东西 老板禁止你 其实你也是在出粮的 你有什么事不值 我从来不怕老板禁止我 就禁止了 对不对 就是他有他自己的原因 这个第一 我是协助公司做事 我不是公司的重心 拿一个打工仔 尤其是 譬如我做了一大堆东西 那些我做东西的时间 其实我也是在出粮的 那试问我有什么吃虧呢 对不对 我不是义务帮你做的 对不对 但是很多时候 我觉得这个年代的人 是很缺乏这个想法 也不是什么犧牲伟大的想法 其实是一些很逻辑 很正常的东西 但是我们会演化到 如果我们被人禁止 就是这个老板有问题 或者我们如果是 我们的idea 如果有人获得我的上司 或者同事去购买的话 我就会觉得 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会觉得很举手 很挫折 其实真的不需要 但是这些东西 我觉得也要多些时间浸淫 因为我现在的90后 80后已经40多岁了 90后也30岁了 其实都是好像一个巨婴 以至到其实你看到现在的小朋友 80、90后现在很多都有成家立室 有小朋友 又有孩子 他们的小孩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行为问题呢 就是这些就是父母 一代一代一代的传下去的东西 我觉得如果这个年代的人 你们现在还是打工 再年轻的 很想 很不切性 很有野心 你可以有野心 也有野心 真的是完全没问题的好事 但是 你真的要记住一件事 你自己在哪个位置呢 要做回那个位置的事 就不要想着 整天要别人去购买你 是吧 别人不购买你 你可能会觉得不开心 但是你要想一下 你有这个机会 去present 或者你有这个机会去学习 你有这个机会 你出粮 去被别人不购买你 其实你也是赚的 我真的觉得以前 就是在很多的时间里面 我是公司的负资产来的 就是在我尤其新入职头几个月 我是要公司的其他同事去带我 很多事情做错 或者做完些事情 别人重新再做一次 那这些又是谁跟我去计呢 是不是谁跟我去计较呢 想多些 这些都不是什么正能量积极的东西 我觉得只是逻辑上的东西 但是我知道 为什么经常说这个年代的人是巨婴 因为他们爸爸妈妈 养到他们这样 然后巨婴又会生下一代巨婴出来 所以我想象不到 其实下几辈 就是我们所有一零后二零后的小孩 他们长大十几二十岁 或者二十岁 开始出来社会做的时候 会衍生什么社会问题 那时候我真的都挺拭目以待的 最后我想说一件事 很多人都很喜欢骂政府 骂林郑 骂一些政府公务员 总之谁在出镜说话 或者你总之见到她有发言的人 我们就会抽情她说话 就会不断骂我 如果你纯粹只是想到一种法事 打算是一种平衡 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但是真心是有些人觉得自己比她的 有些人甚至听过 我妈妈做特首比她的 我妈妈比她的 我妈妈也比她的 怎样的 但是问一下自己 为什么坐在这个位置的人 不是你 或者不是你家人 为什么你会在电视机面前这样骂呢 得以承认一点 就是人家怎样说到社会正经 我觉得林郑的反应是很快的 以她每天处理那么多事情的人 不断地去被人挑剔的人 她反应是超级快的 但是没有人敢赞林郑的 无论黄南也是不会的 我们只会觉得是垃圾 或者是不会去称赞她本身这个人 因为我们觉得踩她 或者是不拜她才会显得自己叻 一拜她就是差的 我记得以前有些同事 你千万不要赞这个人 不要赞这个人 一赞那些人就觉得你不叻 就觉得你蠢了 我这个文化就是这样 以至到其实一个习惯 一个文化 真的很影响我们整个人的性格 你惯了觉得踩她就代表自己叻 你去赞她 甚至别人说叫你不要赞 赞就会显得自己叱的 习惯了个人都不赞 就是屌屌屌屌屌屌屌 你看到现在有一群黄人 还有有一群真心交 觉得自己叻比林郑月娥的人 天天在说 或者自己根本连政府的AO 都考不下去 但你会说我比他们叻比 这群人都是垃圾 这群人都是废的 给你务刀屌屌屌 靠地